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文吧 大概在今天早晨在自己的家长岛 长岛是纽约市的比较有名的富人区 他那房子只410万美元 他跟他的先生今天一大早被FBI给抓了 抓了罪名就是中共国间谍 等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交保释放 他交了150万美元 他先生交了50万美元 两个人不能离开 两个人限制旅行的地方就是长岛 纽约市 新泽西 新泽西州大概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州 除此之外他哪都不能去 那这样的话他包括护照很多旅行用的一些东西都应该被没收了 那他的有名之处就在于 他是纽约州前后两届州长的 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这是现在纽约州的州长 这是曾经的纽约州的州长库默 那他呢就是他是非常成功的 他是纽约州州长办公室当中首席的中国问题的幕僚专家 那他大概2012年 在他大概干了10年到12年 他是五岁随着父母移民到这个移民到美国的 然后八岁的时候他就说开始就帮着父母呢 这个什么报税啊 就是这样 因为他英文很好 中文也很好 后来到了斯坦福啊 是哈佛 读了一个女子大学 读了硕 最终读到硕士毕业 然后就进入了 大概就进入了这个纽约州的州政府 所以就叫公务员吧 其实他的职位呢不仅仅是公务员 他出事的时间应该在今年年初 或者去年的时候就逐渐被发现 被发现之后呢 他所供奉的公职就给他开除了 其实就不让他呆了 但是呢他只能在家 他不能那个时候就多少出事 在处于一种调查的阶段 那今天呢 就是FBI正式抓捕了他 就立案 那抓捕了一个很大的理由 就是他大概从 根据他的所作所为 从中共一方面呢 获得了大概四五百万美元的 这个奖赏 那四五百万美元 怎么去拿到这个钱的呢 在他先生的名下呢 开了一个海鲜馆 开了一个酒馆 但这个酒馆呢 开了一个酒馆 还开了一个什么医疗中心 什么医疗用品 什么供应中心 那纽约邮报记者去查过 发觉没有 那有一套房子 里头只住了一个租客 所以那这就叫空壳公司 但是他先生这个公司呢 每年报税没有多少钱 最终报税有几万 就是有几万块钱 甚至亏了几万块钱 但是呢 他又却有大笔的钱呢 是别人汇进去 汇进去本身 是以投资的概念出现 所以那他大概的渠道就这样 老婆在外头干活 先生在店里收钱 这话不好听了 老婆在外干活 先生在店里收钱 我们基本看到的故事是这样 那他干什么了呢 就是他帮助纽约州的州长 去安排与中国事务相关的 去审查与中国事务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在中国事务当中 包括台湾的内容 所以在他自己曾经吹嘘过 他曾经成功阻止了台湾的一些 官场的人员 他就是中华民国的政府的一些人员 跟州长之间的往来 他自己把这些事呢 就放在了社交媒体上 然后呢 他也讲述了在一些 比如说像双十节等等 活动当中 那州长会有发言 有时候州长会参加活动发言的 他就在发言稿很多内容 是被他审查了 那他自己也很有趣 他自己非常直接了当 就讲述了 干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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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蛮拽的 看来是蛮拽的 FBI在今天去查的时候呢 查到他们家有四只 是这个南京的咸水鸭 这咸水鸭谁给的呢 他说是纽约 中共驻纽约的应该是领事 总领 姓黄 是他送的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故事 就是说 那中共驻纽约的总领事 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那这个总领事要给他上宫 上四只鸭子上宫 那就说明这个女人有来头 这个女人有来头 意思就是大使一级的 而中共驻纽约的这个总领事的话 应该是相当于腹部级吧 有可能 政局级肯定可以有了 那他的影响力 他在中共的这个这个官场当中的影响力 迫使总领事给他送鸭 这个这是是这样 我们涛哥早年的时候遇到过 北京比较有比较有市面的人 那就是遇到在海外 那个当地的总领事馆 给他拍马屁 就是给他 就完全是给他拍马屁 给他这个给他那 他去总领事馆 领事得出来迎接他 那就是个小屁孩 那小屁孩的 大概是 是国内四星级啊 什么四星级 四星上将啊 什么五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五星上将 就是中将上将一级的儿子 所以这是 这是他 作为大使馆 领事馆来讲 容起这些人 所以如果他在海外 是这样的话 说明他跟他接触的 他的官位所在 或者说国内 对海外 就是对纽约领事馆的领事 所做的嘱托 你手里有多少啊 我在纽约有多少县 有多少燕子 有多少只鸭子 鸭子 哪些鸭子你不能惹 哪些鸭子你可以找他干活 但有些鸭子你不能惹他 不能碰 这是这样 所以他在他的名下 有这个 长岛有一套房子 在 在这个 哪儿 夏威夷 有一套公寓 两百二十万 所以 这是很有钱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就是 在因为他的身份是在官场 那而他就明指着钱 那说是先生赚的 但先生赚的那个钱是空壳 所以他设计到罪名 大概有四个到五个 这里面 一个就是给中共的代理人 这是第一大罪名 另外一个罪名是洗钱 洗钱 第三个大概是签证欺诈 这一类东西 然后还有 还有 还有大概两三个 罪名都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人办这些事 涉及到联邦或者州政府的 哪些哪些法律条款 那涉及到一个条款 就是一个罪 所以就 我们看到基本上这样 那他比较吹嘘比较多 就是说 他对台湾 在纽约地区的 对台湾一些活动的阻止 相当成功 起码他自己吹嘘的是这样 那这是 这是故事了 这是本人 所以我眼睛里看 在我眼睛里看呢 给我感触蛮深刻的 有些人去描绘了 因为前两天在这个 海外的这些民运的环境当中 竟出特务 昨天前两个星期前 没有出了个大特务 很多人觉得很吃惊 民运这个圈落呢 出特务 在涛哥眼睛里 我觉得 反正我不吃惊 因为在多少年前 我想 008年 0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做这种 电视的人不多 所以涛哥是其中的 比较前列的 前卫的一个 所以在不同场合 遇到过很多这样 都是打着民运的 那个 那个 那个牌头 那后来就 就没见过两次面 还我说你是干活的 你是给北京干活的 何必呢 哎 涛哥你吃你的饭 我吃我的饭 我说我没砸你饭碗 我就说你老爷们 何必呢 对不对 就干点正经八百的 但很难 这个 这个就是干这个行的人 很多中共国人 其实内心中是羡慕她的 你别看嘴上骂 骂是个骂的 很多人内心中羡慕她 所以也有网络上 能评价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比那个 民运的特务拽多了 对不对 人家是州长办公室 所以 但言语中跟评论中 因为今天评论 几乎中国问题的评论 都记录在她身上 评论很多就是说 话里话外 你能听出那味儿 说这个人挺拽 就说人家挺厉害 人家有本事 或者说FBI抓了一个大个 其实里面都包含着成分 真的 我觉得包含这个成分呢 其实没有什么大小的 他说他大 只不过他在州长办公室 对不对 那肉也就是那块肉 他一样干了一样的活 那他做特务的就是 分工不同 因地制宜分工不同 但是评论中 却渗透这些 所以我自己以为 就挺悲剧的 因为在 我们在 我在海外这么多年 太多了 这个普通华人 给共产党干活的 太多了 这不是一般的多 真的不是一般的多 所以这是 我眼睛里看 给我眼睛里感觉蛮 怎么说呢 我可以 我个人觉得就是可以讲蛮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刚才想找那个内容 没有 没有在这个里面 有另外一篇报道 没有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李老师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也报道 也报道了这件事情 这是他 就是跟大家讲述这种 这种场面了 所有西方美国媒体都在报道 跟目前大选的背景环境是有关 另外一个呢 这张图是蛮特别的 这张图去参加了 他直接去参加了 他没讲是迎接谁的 因为是抗议的应该是 对方是台湾的团体 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赖清德过境 那这边是代表中共国去抗议 是叫中国侨生 所以他自己呢 作为州长的这个 这个办公室的人 其实应该是非常回避的 那也就讲说 在某种环境上 他的中共上司 会推动他这么做 所以这是 因为评价 各种评价很多了 怎么有这个 怎么聪明 我觉得都谈不上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中国人羡慕他 你别看说他 但是羡慕他 那种羡慕的本身 就是自己都没轮上 所以这是我自己感触 那如果说从 对美国人的渗透来讲 我以为也蛮正常的 真的 就整个西方社会 这种自由跟左派思维的 这种强烈 被共产党渗透 那太正常了 被女人渗透 被共产党渗透 那个东西 他们家送了四只咸水鸭 这就播 这就我觉得很可笑 很可笑的故事 所以这是一个现实 这是一个现实 这是一个真实的 现实的生命状况 那大家在讲述说 是不是美国表现出强硬来讲 我以为可能会越加 越抓越多 其实呢 强硬不强硬的 我自己倒没觉得如何 这我真没觉得如何 我只觉得遍地是中共特务 中共间谍 我倒觉得是这个 因为呢 从这种角度上说 美国政府不抓有点不合适 大家 我评价可跟别人评价不太一样 因为就是太多了 渗透的太那个 就是把美国政府打的 就像筛子似的 三级政府嘛 这是州政府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